中台海葵 持續朝西 往台灣的方向靠近 氣象局在上午11點半也發布了陸上颱風警報 預估在週日的下半天 到下週一的上半天 有很高機率會通過台灣南部的陸地 氣象粉專更估計說 這個海葵穿越台灣之後 在下週一的清晨 進入到台灣海峽 可能滯留至少三天的時間 也提醒中南部 東部地區的民眾 這幾天累積的雨量非常驚人 要特別當心了 中台海葵 來勢洶洶 進逼台灣的過程 強度還會再增強 暴風圈也將再擴大 氣象粉專 台灣颱風論壇 透過衛星雲圖觀察 直呼有點雲捲風野的感覺 氣象局預估海葵持續朝西移動 週日上午抵達台灣近海 週日下半天到週一上半天 有高機率通過台灣南部陸地 預估進入到台灣海峽之後 海葵速度將減慢 呈現滯流打轉 不排除還有再往南偏 或者其實也還是有稍微往北偏的一個可能 先進台灣的過程中也時常跟台灣的地形有交互作用 氣象粉專 台灣颱風論壇指出 海葵颱風靠近台灣即登陸時程延後三到六小時 預估週日晚間登陸花蓮到恆春間機率極高 而週一星辰進入台灣海峽 滯留至少三天 提醒中南東部地區累積的雨勢會很驚人 但海葵颱風不斷往南修正 氣象粉專 林老師氣象站 根據8月30號到9月1號的歐洲預報模式統計分析 海葵颱風路徑原本預期從北部外海登陸 再到宜蘭後來變成花蓮 再到台東登陸 短短48小時修正幅度至少500公里以上 連天氣風險公司粉專都直言 再見證一顆旗台 甚至有歐美模式預測 海葵穿越台灣之後恐怕會來個回馬牆 可能二度登陸台灣 昨天晚上的時候一些預測的模式 他是有爆出通過台灣之後 在台灣海峽做一個回轉的動作 不過在目前看起來 這樣子可能性是有降低蠻多的 氣象專家彭其林也說 颱風回轉的議題等登陸在說 因為海葵將會受到地形破壞 還有很大的變數 因此後續陸續得再密切關注 這裡是林一熙台北採訪報導